哪一间 第二间 在上面 我才刚现任多久啊 半个月吧 你知道社区发生什么事了吗 韩小姐 这个针孔摄影机是您发现的吗 好 我们刚刚已经看了那个档案 其实没有什么奇特的事情 就问题不大 那我们也收到你们主委的关切 他说等他回来再看看 要不要走笔路 再看看 他是这个意思 这里有人偷拍耶 不需要抓到那个庄的人吗 是是是 是这样 因为档案里面只有您后面这位小姐 在厕所抽烟 但其他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事情 你们如果要报案的话 那我是担心万一有人重重作梗 对不对 毕竟你们这个社区里面住了许多 贵人 什么贵人 很贵的人 我们上面有交代要小心处理 检察先生 这里有人装针孔摄影机 你觉得这些很贵的人 他们会不担心吗 这就算了 出这么大事你没有告诉我 还是犯太通知我的 你要我的脸往哪摆 想听见 很帅 你可不可以不要自作主张 如果记者往下挖 整个社区都没有隐私了 隐私 那来这边运动换衣服的人的隐私呢 这本来就应该警察来处理吧 那你得感谢我 你知道我花多大力气摆平警察吗 我拜托你 我才是主委 这里的所有是我来处理可以吗 你在说什么啊 还是说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 故意从美国回来 然后搞个偷拍 选个主委何必搞成这个样子呢 是有被害妄想症 这个世界不是照着你转的 现在是安琪发生事情 你有站在她的立场想过吗 我是主委 我站在全社区的利益着想 是在你的利益吧 安善美 大家都说你多么会经营房地产 不觉得耶 难道你不知道你这样搞 房价会跌吗 现在是想房价的时候吗 当然啊 小米姐 赞安琪 轮到你说话吗 这里所有的事都是你搞出来的 你基金会捐款我是不会捐的 我看基金会没有我 要怎么活 我实在不懂 安琪到最后还是不愿意报警 安琪不管怎么做 都已经得罪路相亭了 那你知道安琪抽的是大麻不是烟吗 这样能报警吗 这是我们很好利用的点 让安琪乖乖的来到我们的身边 那个摄影机是你装的 三本小说吗 七十万 去 我们永诚哥有什么把笔被你炸到 不证明今天是什么一回事啊 我觉得你只是压力太大 还是我安排医生让你去检查一下 这样你比较放心 是安琪 三本姐 可不可以请你不要说出去 我都想你 你小给我 安琪珍 你的每一份纳络 都给了我所有的孤独 七十万 医生 那些以前的事情 它会渐渐想起来吧 下山烂 你情义不好 鱼超小 鱼超高车 闭诊闭诊闭诊